志漢說碰到了人情冷暖 其實馬國畢說 悲債還錢本來壓力就大 這時候還有人 壞朋友來設計詐騙 就來詐騙你 我不敢確定是不是設局來詐騙我 但我就覺得說還滿扯的 就一個朋友跑來找我說 比方說志漢好了 志漢來找我說 他可以介紹一個金主 願意借錢給我 然後我們兩個 就一起去找了這個金主 比方說是雅蘭姐 然後我們兩個就去 跑去找雅蘭姐 要做什麼 就錢 多少 自己借一百萬 借人五十萬 一人五十嗎 有二十嗎 有 稍微一點點 好...拿去 然後就借我們了 然後三個月要來還這筆錢 志漢還提早跟我講說 我們這個提早還他 我們下次再跟他借兩百 再跟他借三百 應該是沒問題的 所以我先把前面的信用顧好 我說好... 然後快到三個月的時候 志漢就先來找我說 那個錢要準備好 然後我說好 我準備好 你可以來拿 我就把五十萬交給他了 志漢 拿現金給他 沒有通過 都沒有 然後他就要... 他就說他要幫我拿 就是一起還給雅蘭姐 然後三個月時間到了 雅蘭姐找不到志漢哥 直接跑來找我 說你上次跟那個志漢 跟我借的那一百萬 什麼時候要還 我說我已經先拿給志漢了 他說我們現在找不到志漢 然後你要... 因為那本票上面 都有我們的名字 所以這個我要負責任 所以就一直來 他就來找我 我說那我已經錢給了 那怎麼辦 然後就... 你無憑無懼的 對 然後我會錢給他 他也沒有一些那個證明 沒有證明 你沒有簽單 對 然後我就... 結果雅蘭姐就找我 然後我就爺爺 我也是去 然後雅蘭姐 我就跟他講這個情形 他說沒辦法 你有 上面有你 我現在找不到人 我一定要找你要這筆錢 所以我借了五十萬 要扛一百萬 原本是要還一百五十萬 因為五十萬已經給他了 因為他五十萬已經先給了 但是你又要跟我拿這一百萬 所以我借五十萬 原本是要還一百五十萬 但後來我就是跟雅蘭姐講說 雅蘭姐真的跑得不是我 我也沒有要跑 然後現在這個人找不到了 我們也沒辦法 我錢也給他了 那這個... 我不可能借五十萬 還一百五十萬嘛 那看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我比較... 後來他說 就是叫我再還五十萬出來 就是最起碼要把我 他的意思就是 一百萬的那... 他也只拿回他的五十萬 是你被朋友詐騙了五十萬 他應該是說 就要先還人家五十萬 他要給人家那五十萬 他自己想辦法去討回來 對 那我... 因為其實在這個溝通 有時候也難免會有 不愉快的地方 那我也會... 我也跟雅蘭姐講說 雅蘭姐 我不是不還這個錢 是... 我講真的 我也不知道你們兩個 是不是講好的 當機頭頭 是吧 雅蘭姐我不認識你 是志漢跑來找我 說有一個金主要借錢給我 然後我們兩個就去跟了 你借的這一百萬 然後本票上面一百萬 是寫你的名字 我兩個都有 兩個都有 可是他已經... 那你借錢也滿奇怪 你不就借你的五十萬 他借他的五十萬 你借寫過的... 對啊 因為志漢知道說 我狀況不好嘛 那時候新聞大家都出來 然後那時候又逢... 過年前 然後我想說我一定需要錢 他在過年之前 跑來跟我講說 我認識一個金主 對啊 那你還錢的時候 你五十萬 應該直接還給你的債主 為什麼要透過人家的手 我真的不宜有他 我真的不宜有他 因為我覺得他跳出來 是願意幫我的 現在這個人找得到嗎 我後來有聽到說 這個人當初雅蘭姐找不到 是因為他被抓去關了 那什麼事情被抓去關 不知道 所以大家都找不到他 可能他已經被通了 然後突然就是被靈檢抓到 就直接到就關了 他就把我錢拿走 然後人就不見了 阿伯不會發現這種事情 應該是不會了 還有那個應該 絕對不會了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 張聖書老師 哪些紙歸命格的人 容易交友不慎 不要再考了 你交友不慎 這是自己說 也是會的 但是人生說實在很難 對不對 因此你想 我們交朋友一定要交 人生在世一定要交朋友 可是當你成功的時候 朋友都會來認識你 可是當你失敗的時候 你就會重新認識你身邊的人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 像我們講交友不慎 怎麼樣叫交友不慎呢 爸爸囧 第一個 天積心落到命功的朋友 兩位都沒有 沒有 然後各位觀眾想 天積這一顆心 耳根子軟 不好意思拒絕別人 所以即使你覺得 這個人怪怪的 你也不好意思講出來 不好意思 我幹嘛去得罪他 可是你越是這樣的態度 別人是不是越容易設計你 所以我們常講 設事未生 天真無邪 沒辦法 天真你就要被人家設計 所以為什麼要上一次當 學一次乖 這就是人生的過程 所以天積心一定要去想的是 你敢不敢直接say no 這很重要 可是這是要學習的過程 再來 連真心 兩位也沒有 連真跟天積完全相反 可是它也會交友不慎 為什麼 連真很有自信 很懊 好了 這時候很多人就會故意來投其所好 講好聽話 巴結你 阿諭你 所以尤其是連真是富二代 那就更麻煩 你看富二代是不是很有很多資源 而又設事未生 搞不清楚 那些人都來把你巴結 把你扑到那 那扇呢 那是不是有目的的 對 所以這樣的投其所好的人 對連真而言 他你剛才講 不宜有他 這四個字 對不對 對 這些人一定都是為我好的 對 等到你上當的時候 才會知道來不及 是 所以連真太有自信了 所以往往聽不進身邊的 逆耳中言 凡是那些來bony的人 你就會覺得是好朋友 再來第一個 國畢哥是你了 誰 紫維 紫維 他的對功又是貪郎 所以紫維加上貪郎 這兩顆星落到命攻 你看他是命攻有紫維 對功就有貪郎 斜對角 所以你等於兩顆星都有 我在千移公這個 對 可是千移公這個貪郎 紫維貪郎 就是喜歡交朋友 而且三教九流 都交 本來就是熱情嘛 對 對不對 所以熱情的人 喜歡交朋友的人 所以剛剛講了 人生不如以十長八九 對不對 世上知己人 十個也不到一個啊 可是你怎麼知道 這十個你誰是知己 投其所好的人 你根本認為是知己 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講 失敗的時候 你就重新認識這些人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 真的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不對的人身上 這句話老生常談啊 大家都做不到啊 為什麼 你沒辦法判斷嘛 要靠學習 尤其是 尤其是有時候 比如說你很慘的時候 來給你取暖的人 剛剛講了 要你來做直銷啦 要你來做什麼啦 這些人 他是來先跟你取暖啊 所以我們很難做判斷 尤其是有名的人 有資源的人 是不是更難 而這些當然就是必須要去學習 痛過才會知道啦 真的 好 所以這三個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囉